大家好,我是笑得奇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你看我吃 今集帶大家來到這裡 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皇國太子 那大家都知道 泰國菜一向都是我心目中的 我擁有一個很高的地位 有個朋友介紹了我 來到這裡吃一個泰國菜 仿佛好像挺正的 那間店有趣的,叫金太子 金太子好像皇上身邊的紅人 小太監的名字 我就叫你叫小春子 不要用個春子,好嗎? 我看它挺划算的,所以我搜尋了 我最值得一個學生的朋友 單凡是學校服 或者是有全日學生證的朋友 就可以19元吃到一個飯 然後有什麼很划算呢? 就是4元一隻泰國生蝦 有飲食的 你可以點100隻,都是4個水 你吃到你瘋了 剩下4個水飲食,都很划算 還有一些Fusion的泰國菜 都好像公炒這個麵粉 好啦,十分一切喔,我們再開 快起來了 我們 告白 幼仔 蝸蝸 咪蝸 咪蝸 甜蝸 酷 甜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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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的人都變成膠 我第一次知道為什麼它做到辣 這個很像蔥蠔一樣 它的潔質很濃 很濃的 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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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很硬 因為外面那些會弄得很硬 但它是很像啫喱 很軟綿綿的感覺 我很不喜歡那些醬 我真的像大集派食工那些 所以我不行 所以我覺得這個它不會很濃 因為有時候骨膠原味很濃 很濃 我覺得它比吃花膠更重要 花膠是沒有味道的 花膠也是濃 我不是很濃 吃豬手的皮 它是有豬油味 它是真的好吃 就是啫喱 有點火 有沒有火 快呀 這條就快升了 不要拿走它 沒有了 哇 重燕 愛火重燕 我們來試一試 這個叫白人餐 我們不可以看有什麼 心神秘 這樣就好 不用理會 有什麼你不吃什麼 我沒試過有什麼 我沒吃過 我沒吃過 這個辣得很濃 這個不算很辣 這個不算很辣 如果是泰國沙 但它是清新的 挺有趣的 小吃點醬 然後再加辣 哈哈哈哈 這個反而沒有這個那麼辣 這個有水 這個你看到沒有水 這個很辣 這個就是酸甜甜甜的 辣得很爽 很爽又想吃 這個很辣嗎 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 後面越來越辣 越來越辣 一直吃 就不辣 一停了 就很辣 試一下它 是否好吃 待會想拌飯 有包 是喔 要蘸一下 湯有奶味 有辣辣的 不知道是否中間 但它是在外面 平時吃香乾 但沒有吃 我這個比較酸 有一點味道 味道更濃 味道更濃 是湯汁比較少 是太大 不是太大 不是太酸 我覺得這個湯 是椰奶的甜味很濃 我覺得可以酸辣一點 好像正宗一點 蒜蓉包好吃 很軟很軟很入味 因為它不是在外面的 它會點汁 就這樣吃比較好吃 你點多湯 湯就蓋了那個蒜蓉味 如果會再脆一點 你喜歡脆一點 嗯 很香 薄薄的香 薄薄也很香 哈哈哈哈 笑 笑 你覺得Ginny Ginny磨呢 就覺得 挺軟綿綿綿的 哈哈 但反而我覺得它蒜蓉味 又不是很重 包的香是比蒜蓉味更厲害 如果我自己喜歡 重口味的話 就會想蒜蓉味更多 這個湯挺好吃的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 冬蔭公司 你們正在吃 你們正在吃 我們正在吃這個 鮮油雞 海南雞 海南雞 跟平常的海南雞 海南雞 有比較好 這個雞的醬 很好吃 對呀 這個醬 完全昇華了 這個海南雞 昇華了 很好吃 我沒吃過這種味的醬 很好吃 時來幾塊 我不吃骨 幸好有一塊油 這個醬不是辣的 有點酒香 我覺得好吃 但好像很吵 平常吃菜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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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有質感 很實的 而且很豐富 那這些才能吃得到 吃兩三條就急了 你感覺到沒有 對呀 已經出來了 你已經遲了問了 要換褲了 你要吃東西 不要頭痛 你不要吃東西 抓住 抓住 好味 這個泰式的醬 反而是普通的泰式的醬 剛才那個泰式的醬 很棒 有的 蝦餅是好吃的 這個是什麼 我喜歡吃蝦餅 平常外面的蝦餅很薄 很薄 又很冷 很硬 很香 超甜 沒有噴汁 又沒有太大汁 但你不會覺得是皮肝 太重 實在 紮實 嗯 很酷 這個感覺 好像做到 口爆了 那些蝦味在口裡爆出來 這個是什麼 嗯 嗯 它魚很滑 我覺得真的不好吃 這個沒有那麼大的味道 很滑 很像別人去喝那些 你吃什麼 是魚 我不相信 你咬給我看 我們先喝一碗湯 給你一碗 他破10萬的時候 我吃了 我給你看 我Photoshop 撿了撿給你 哈哈哈哈 嫩滑的 因為魚很多時候都沒有什麼味道 但它沒有腥味 最好是怎麼撿 它旁邊的酸酸的汁 就會比較好吃 旁邊的酸菜 還是什麼 青檸 我喜歡吃紅蘿 我喜歡吃青檸 那這條是什麼 這個是青檸 這條是青檸 哈哈 這條魚叫青檸 這條魚叫青檸 它很可憐 那個湯底 是很棒的 很甜 很有青檸味 我可以直接用這些汁拌飯 都不會喝 但裡面有很多辣椒籽 真的挺辣 我以為粉絲炒粉絲 我以為粉絲炒粉絲 紅蘿蔔炒白蘿蔔 都挺好吃 但因為它的蝦在粉絲下面 很密尋龜 大家要炒起來才看到蝦 是不是要拌起來 這樣嗎 蝦是很大的 粉絲不能亂吃 會有新聞 我真的不明白 我明白 各位小心點 千萬不要亂吃粉絲 我們很難吃 我只是慢慢吃粉絲 我吃粉絲 我吃粉絲 噢噢 我覺得粉絲 如果蝦可以有些味道 加蝦米的話 這個會有多好吃 有些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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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粉絲有些脂肪 突然現在他們兩個 很正經地說這些粉絲 但我們兩個在這裏 搞不太白了 到最後他們忍不住 好笑 好吃嗎 什麼粉絲 吃過這麼多次都不一般 好吃 好吃 好吃過好吃 這個蝦很鮮味 就算他拌完粉絲 他還是吃到很甜的蝦味 就是不是那些不新鮮的蝦 又不是很dry 他這樣炒到 這個好吃 OK 而且它的汁不同 外面的汁 它不是普通的泰式汁 它的汁很多 所以很美味 我吃生蝦 我就不知道可以說什麼 爽口的 我沒有什麼汁 算有點難 這個最好吃 我沒有奶 但我喜歡這些 我吃的咖哩不是這樣的 要不然 它好像巴爹王的樣子 挺好吃 但如果它再重點 就更好 可以說這個 適合小朋友吃 但好吃的 它很酸的咖哩汁 很癢 這樣吃就OK 但如果你 拿著薄餅 蒜蓉包來蘸 醬汁就OK 因為剛才我打算 點薄餅 但我吃完青椒的醬汁 我就覺得薄餅完全不夠 不夠濃 它的醬汁好一點 甜的東西是膩 但如果你再點薄餅 就會更膩 會更膩 很難吞 所以它應該要重味一點 濃味一點 對 還沒說完 現在就說完了 Bye 串燒叔就是現成了 串燒叔 阿貝真的很像串燒 這個 要串 我拿串 難道平常 你們知道嗎 做音樂都難 它面層很香的 泰國串燒鵝底的味 泰國是吃的 很濕味 但它太厚 很濕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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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燒味 醬汁就 花生味更濃 就會更濃 硬就不硬 但就不滑 你喜歡左還是右 你喜歡左還是右 芝麻在中間 不要以為 這麼多一堆 我本來放在上面 我就是這樣 有兩堆 有兩堆 有些白色的東西嗎 有些白色的東西 有些白色的東西 側邊 吃東西啦 不要玩東西吃啦 乖 乖 大個仔 不要玩弄食物 好 我們最後一道菜 四樣東西一起吃 我就是這樣都應該好吃 那些都很香 那些是野萊 我覺得木瓜沙律 我喜歡吃 它是在泰國吃的 我不一般的那個冬蔭公湯 因為冬蔭公湯的奶味太重 不夠酸不夠辣 我覺得 還有我們剛才看過什麼 因為我們吃的那個是白人套餐 這個我覺得 真的不夠八個人吃 因為我們其實只有七個人 但是好像也不夠吃 如果只是白人套餐 可能就要加其他食物 才可以 我呢 其實真的經常吃泰國菜 我很喜歡吃泰國菜 冬蔭公呢 我會比較欣賞 因為我不喜歡太辣的冬蔭公 因為太辣你吃不到 那它的味道 還有那些材料都足 但是你說其他的所有東西 我都覺得 合格 你說是不是真的 去到很頂級 或者有一兩味道菜 是特別令我 覺得很好吃 又真的沒有 那我就覺得 一般泰國吃那幾樣東西 例如我煮咖喱 哎呀掉了 一般吃泰國的東西 那幾隻咖喱 串燒 那些東西 我都是比較尊重的 那我就很明白 為什麼它這次的白人餐 沒有放這些東西 在我吃的裡面 我覺得都是一些普通的 譬如串燒 比較硬 乾身 咖喱 又變成 沙爹黃的 那些白咖喱 所以我覺得 一般的 快點不要捏 我最喜歡的那個菜式 是 冬蔭公湯和 蒜蓉包 因為我是一個 不好吃得太辣的人 就是看到剛剛那個沙爹 都搞不定 這樣就 我覺得酸酸的 碰不碰的 湯很適合我 所以有到幾種 但其他食物 就是古片來說 都是隔水平 我覺得 生蝦和 豬腿 是好吃的 我覺得豬腿 骨膠原 你吃到它好像很有膠質 是不會張著的口 那就是很適合我的口味 很軟熟的口味 還有生蝦 都很新鮮 很爽 而且你吃到那個 新鮮的海鮮味 我就覺得挺好吃的 咖喱就不是很咖喱 又不是泰式咖喱 又不是咖喱咖喱 對我來說 可能我喜歡比較重 那你說可能要用 沾飯 或者沾燒餅 我覺得都會太流 因為本來咖喱也偏甜 我覺得好吃的東西是什麼 它一開始那個 豬腿是一流 真的一流 那些骨膠原 不能頂的 我愛到它爆炸 其實差一點 就是那個串燒 串燒真的比較硬 硬身和乾身 很juicy 其他東西都OK 不可不失 咖喱方面 就不是太濃味 但我喜歡吃的 因為清清的 老少咸魚 都是這樣 但位置方面 真的非常方便 其實走五分鐘都到了 太子地站 價錢都公道 我們每人都吃到二百五元而已 我剛才我覺得 最好吃的是海南雞 海南雞那個醬呢 海南雞呢 其實我覺得 好吃的程度 不會有很大分別 但它的醬 是真的不得了 完全昇華了 它那個 一般海南雞的味道 不好的東西 一半一半的 其實我覺得 蒜蓉包 我又喜歡吃 但又覺得它不像一個蒜蓉包 它太軟 可能吃慣了平時 用 發包製的 但是它那個 它也是好吃的 一半一半 所以不喜歡又喜歡 明白了 我覺得圓學蟹好吃的 我覺得 圓學蟹好吃的 雖然我不覺得 因為它那個東西是很咖喱 真的像真咖喱 但是 我覺得這不重要 好吃就好 對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Bye 我們下集再見